大家好,我是一木,欢迎收看 宾死植物拯救方法大权的系列课程 在两三个月以前呢,我们拯救了一盆宾死的九里香 那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啊 现在还已经重新发芽 长枝条,焕发了生机 那在这两三个月之间 发生了哪些事情啊 我们拯救的经验是什么 下面一幕呢,详细的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学习和进步 我们来看吧 好的,眼前大家看到这盆九里香 就是我们两三个月之前拯救的那盆小苗 现在的话呢,全部展叶了 叶片也非常的多 然后现在的状态已经是不错了 从原来的这个很残的苗 到现在呢,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养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在光照方面 我们是给它晒全日照的 九里香是喜阳的,不是喜阴的 这点话我们一定要注意 它不是一个喜阴的苗 所以一定要晒太阳 浇水方面呢,保持干透焦透的习惯就可以了 关键就是施肥 施肥呢,主要是要促进它快速的生长啊 所以肥料呢,我们直接上复合肥 效果是最好的 尤其是植物营养液 因为植物营养液不仅含有氮磷甲 还含有这种 这种棚啊 铝啊 鲫呢 这种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促进生长的同时还可以增强它的抵御病害的能力 效果是很好的 此外的话呢 就是等它未来再长大一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做修剪 把它的枝条整支 让它的整个叶片更加的聚拥 然后再给它换一个更大的花盆 像这样的话 它就活了 可以越长越大 这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说如果你家里也有类似的苗 九里香的苗 比较弱 快挂了 不要争 修剪性久 修剪修剪 按照椰木的技巧 给它拯救回来之后 马上又能焕发生机 好了 那这期关于九里香拯救后续的分享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同样的苗呢 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 操作学习起来 好了 我们下堂课再见啦